第二部分 投生的历程 一 胎门的关闭 只是主持读诵者 又如 摄因王者生前修行不力 以至于功夫欠熟而不能了悟 则被虚妄所致而流落胎门 当此之时 关闭胎门之法 就变得十分紧要了 是以应呼死者之名而做如下开示 尊贵的某某 设时你仍未明白上述倒事 当此之时 由于业力的感应 你将有一种印象 感到你自己不是正在上升 就是正在下降 或沿水平方向进行 此时 你应观想大悲世尊 并一池不忘 而后 如前所述 将有一阵阵的暴风 一阵阵的寒风 一阵阵的冰雹雨线 以及黑暗 乃至受到多人追逐的印象 呈现在你的眼前 在逃避这些幻象时 未及善业功德的人 会有逃入苦境的感觉 而曾及善业功德的人 则有安抵乐静的印象 当此之时 尊贵的某某 不论你将投生哪一步周 或哪一个地方 就有那个生处的迹象 向你放光显示 专心地听 因为此时 将有几个重要的教法 可以运用 纵使 未能明白上述所述的 入观法门 到了此时 就算修行很不得力的人 亦可了悟此等真相 事已 你应地听 只是主持读诵者 现在 各种避胎法的运用 非常重要 因此之故 必须极为慎重 约而言之 关闭之法 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 是使将要入胎的人 避免入胎 其次 是闭塞其可能进入的胎门 一 避免入胎的方法 避免入胎的教室 约如下数 尊贵的某某 谁是你的护佑本尊 你就静静观谁 就像观照水中的月影一样 明明白白 而又虚幻不实 并非真月 犹如幻树幻化而成的一般 设时 你没有特定的本尊可观 那就观想 大悲世尊或我 此处的我 只连师 并如此认持于心 静观 不舍 而后 另此观想而成的 护佑本尊的形象 由外而内 逐渐化空 接着 关注那道空性的明光 不做任何意识思维 这是非常微妙的法门 依法休息 入胎 即可避免 二 关闭胎门第一法 虽然 如上做官了 但仍然感到 使你难免入胎 而你觉得就要入胎的话 那就不妨使用下面所述 闭塞胎门的渗身教室 仔细递听 投生中阴 金线前 一心不乱 最要紧 关闭胎门 防怨敌 善业之恋 要劳奸 肯切敬爱 舍急恨 只观上师 父母身 你应 口诵 心为 反复诵读 物令 词句清晰 含义分明 一池不忘 并加观照 切记 付诸修席 视为制药 有上面所说 投生中阴 金线前 是指 你此刻 已在投生中阴 境中 流浪生死了 这里面 有个真相 可知识别 不但你瞧向 静水或静中 不见自己的面目 就是你的身体 也没有任何影子 投射而出 如今 你已抛弃 那副粗重的 血肉之躯了 这就是 你在投生中阴 境中 漂流生死的指针 当此之时 你应集中精神 细心一念 现在 这细心一念 对你置为要紧 犹如御马 要用缰绳 当此之时 你心想什么 什么急来献钱 事宜 你不应该想到邪行 因为 那会转变你的心路历程 你当意念 你与读诵此 忠因得度之人之间的精神联系 或者意念 曾经给你开示 灌顶 或准你读读秘典的任何一人 并坚持不懈 以善行相继 视为制药 切勿散乱 超生或堕落的界限 就在此时此刻 你只要一念犹豫 就会受苦无尽 这就是要紧关头 赶快细心一处 百折不懈的 紧接善行之恋 现在 该是你关闭胎门的时候了 所谓 恳切敬爱 舍极恨 是说 时候已经到了 首要之事 莫如关闭胎门 关闭之法有五 上面所述是第一法 应该谨记在心 三 关闭胎门第二法 尊贵的某某 这回 你将见到男女交合的景象了 记着 设时你见到他们在做此事 应该努力自制 千万不要摄入其间 但将其中的富男母女 看作你的圣师和圣母 观想他们 并向他们礼拜 虔诚地表示你的正信 热切地献上你的顶礼 并决意恳求他们 为你指示正途 你只要有此决心 胎门一定可以关闭 不过 纵然有决心 而仍难关闭 而你觉得 就要进入其中的话 那就观想圣师父母 就如观想 任何护佑本尊 或大卑本尊 及其配偶一般 且在观想的当中 奉上你的心灵献礼 致诚恳切地 向他们求取一次恩典 如此 则胎门当可避起 四 关闭胎门第三法 有 设施运用上法 仍难关闭 而你又觉得 即将落入胎中 下面 有驱除爱憎的第三法 你应递听 投生方式 约有四类 所谓 卵生 胎生 化生 以及 师生事也 在这四种 转生方式之中 卵生与胎生 性质相类 如上所述 男女交合的景象 即将出现 当此之时 一个人 如因爱憎之情 而入胎的话 不是生儿为马 生儿为鸡 就是生儿为狗 或者生儿为人 如将生为男生 身为男性的感觉 即显示于 能知的实性 而一种痛恨 极度父亲 和倾向母亲的情感 亦因此产生 如将生为女生 则身为女性的感觉 即显示于 能知的实性 而一种 憎恶母亲的倾向 喜爱父亲的情感 亦由此而起 由于 有这个第二因的关系 能知的神识 在当踏上空行道之时 而精子 与卵子 即将结合之际 感受到一种 同时聚生境界的快乐 但神识 也就在体验 这种乐静的当中 昏迷过去 引入人事不省的 无意识状态 不久之后 这个神识 便引入了卵胎之中 进入了处胎状态 而当他 自子宫里面出来 出胎 张开眼睛来看时 也许会发现 他自己 已经变成了一只小狗 以前曾经为人 而如今 若已变狗 那就要在狗窝里受罪了 或者 他也许变成一只猪 在猪圈里受苦 或者变成幼蚁 在蚁穴里受苦 或者变为昆虫 或者变为奇草 或者变为小牛犊 小山羊 小绵羊 如此等等 茫龙 茫龙阴雅 智障重重 饱受种种怨苦 而无直接恢复人身的机会 同样的 食神 亦可能堕落地狱道 迷入恶鬼道 乃至轮回六道 遭受难以想象的悲惨境遇 由此恶性倾向的人 或者根本不知畏惧的人 爱 爱 爱 可悲 可敏 以及尚未接受上师指导的人 都将如此堕落轮回的悬崖深谷之中 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而且没有了期 与其迎娶这类的命运 不如听我 此处的我只连诗的话 记取我 此处的我只连诗的教室 除去你的爱憎之心 记住我 此处的我只连诗 要向你开示的一种避胎法门 所谓 关闭胎门 防怨敌 善业之恋 要劳奸 正是此意 所谓 恳切敬爱 舍极恨 只观上师父母身 此正其时 如上所述 摄氏将生而为男身 则爱母而赠父 摄氏生而为女人 则爱父而赠母 且生极恨之心 此种感受将会在你身上出现 当此之时 有一个微妙的秘法可以使用 尊贵的某某 当你生起爱憎之心时 应做如下的思维观修 爱 爱 我真是一个恶业众生 所以轮回生死已弃今 皆因 我有爱憎之心 假如 我再爱憎下去 我将受无尽轮转 在生死海里浮沉 不知什么时候 才得出离这个绝境 现在 我决定不再依循爱憎而行 嗨 嗨 从今而后 我决定不再依循爱憎而行 如此思维之后 就要拿定主意 决心遵守这个决定 决不改变 只要如此而行 台门必定关紧 此事经中所言 绝对灵验 尊贵的某某 置心一处 不要散乱 你应一心一意 抱持这个决定 五 关闭胎门第四法 又 涉使运用上法 仍难关闭 而你又觉得 即将落入胎中 那么 只要运用 不识如幻的法门 即可避住胎门 其法应做如下之地观 哎 那双身 那父母 那黑雨 那暴风 那碎裂之声 那些可怖的鬼怪 以及其他一切现象 细节虚妄 没有真性 不论它们怎样显现 其中都无字体 所有一切的形质 细节虚伪不实 它们如梦如幻 它们无常千变 它们没有定性 依恋它们 有何益处可言 这是事无为有的事情 所有这些 莫不揭示自己的情实所现 这虚妄的心实本身 自始就不曾存在 那么 这些外境又在哪里生存 我因一向 未悟出此等势力 以至直无为有 认假为真 事须为实 以至流浪生死 轮回至今 即使到了如今 倘若我仍不把它们 看破去透 依旧要受长劫轮回 免不了陷入 种种悲苦的泥沼之境 一点不假 所有这些 西节如梦 如幻 如响 如前达婆城 如海市渗楼 如镜中之影 如水中之月 如幻灯所应 没有一瞬 真实不变 实在说来 它们西节虚妄 它们西节不真 你只要如此一心 静念相继 认假为真的妄想 就会消失 而当此种真实信念 已经印入内在的 静念之流时 你就会回光返照 而得确知 只要如此了悟其妄 胎门即可关闭 六 关闭胎门第五法 有 纵是如上观修了 但若认假为真的 执情仍未消除 以致胎门依旧未闭 而你又觉得将堕入其中的话 当此之时 你应以观照明光之法 关闭之 观照之法如下 若一切万物皆是我自己的实心 而此心本来空际 不生不灭 如此观想之后 令心休息于不生状态之中 如水倾入水中一般 你当容许此心任运自然 处于乏而本然的状态之中 令其澄澈明朗 你只要如此令心宽松 坦然而住 所有四生胎门 定当得以关闭 如此继续入关 直到胎门成功地 避起为止 只是主持读诵者 上面所述种种避胎妙法 倘不能使上 中 下 三根获得解脱 可说 无有是处 何以故 因为 第一 处于中阴境中的神识 具有若干有漏的超常感受能力 不论何时 都可言下领悟 第二 纵使生前有过耳聋目盲的缺陷 一到此时 所有的观能 都会变得完备伶俐起来 而听闻无误 第三 王者由于不断被部位的情景所迫 不得不暗自寻思 要怎样才好呢 或者 如何才是上策呢 而此时的意识 又极其清明警醒 故能时时刻刻都在聆听指示 又因此时的意识没有依附 故能随时随地 随心所欲 趋往任何地方 第四 由于此时的信念 比生前名利几倍 故指导意义领会 纵使生前 鱼鲁暗顿 到了此时 由于业用的关系 智性就会显得特别成名 总而言之 就因为他能知的实性 有了这些优点 故能教他观什么就观什么 桑仪的执行 之所以要有效益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执事之故 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阴期间 坚持不懈地读诵这部中阴得度大教 是一件极其紧要的事情 不可轻忽 纵使不能在某一观形中得度 也要在另一观形中得到解脱 这就是何以要那么多不同观修的缘故 二 胎门的选择 只是主持读诵者 虽以如上警策 开示 并指导一心做官之法 但人有多种 根气不等 或因重大恶业障毙 加上无时以来夜袭邪行 不安正路 以至于仍然不得解脱 乃大有人在 因此 若至此时 胎门尚未关闭的话 则下面开讲选择胎门之道 一字何以 现在 且请诸佛菩萨加持 附诵请求加倍计 并再三呼死者之名 世道如下 尊贵的某某 地听 地听 虽以如上教令一心做官 但你仍然未能理会 因此 唐使胎门尚未关闭的话 则投生瘦身的时候就要来临了 此事最佳妙法 莫如你应医之善则胎门 以得上品之转生 注意地听 并谨记在心 一 投生之处的前瞻 尊贵的某某 投生之处的真相和特性即将现前 你当擅自认证 并在观察生处的同时 选择投生的周境 射将生于东圣神周 则见有雌雄天鹅杂楚湖上 切勿往生笔触 并以其可厌之处 兼具往生 射时往生笔触 可享安乐之福 但因笔触佛法不兴 还是避免前往为妙 射将生于南善部州 则将见有大厦华屋 罗列其间 射因业力所感 不妨往生笔触 射将生于西牛鹤州 则将见有雌雄牛马 散处湖边吃草 纵使笔触 亦不可往生 应赶紧回头 射时往生笔触 可享富饶之福 但因笔触佛法不兴 还是避免前往为妙 射将生于北聚卢州 则将见有雌雄牲口 点缀湖边临下 笔触寿命较长 福报意好 但因笔触佛法不兴 还是避免前往为妙 以上所述 各州牲畜景象 你应谨记在心 并避免往生 射将生于天道 而为天神 则将见有种种金宝造成之 快乐宫殿 罗列其间 若能生于笔触 不妨暂且往生 射将生于阿修罗道 而为阿修罗 则将见有美丽的林木 或香辈而玄的火圈 你应记其可厌之处 无论如何 仅具往生其中 射将生于畜生道 而为畜生 则将见有盐中洞穴 和地中陷坑 并由雾气弥漫其间 此道不可往生 射将生于恶鬼道 而为恶鬼 则将见有不生草木的荒原 和低凹之处 以及林中沼泽 你应记其身可厌离之处 无论如何 不可往生 射世生于笔触 将受种种积节之苦 实在难忍 射将生于地狱道中 而为笔中囚犯 则将闻有 七粒犹如嚎叫的歌声 倘因业力所感 则有难以抗拒之驱使力 胁迫往生其中 其处阴森沉郁 有黑白房屋杂储其中 地上有黑洞 且有黑路穿插其间 让投生者站立其上 射世投生其中 即将进入地狱 忍受酷寒酷热 以及难受难忍的种种苦行 且需长节之久 时可得出 切勿往生比处 所谓尽全力避免 即为此处所需 尊贵的某某 尽管你心不甘愿 但在业力的行刑狱族驱使之下 却情不自禁地被迫前进 而当行刑的鬼族 在后赶着 断命的刀斧手引导于前 且有黑暗 夜风 噪音 雨雪 可不得冰雹 以及刺骨的旋风出现之时 自然免不了会生起逃避之念 当此之时 由于恐惧而欲求庇护 于是 前述大厦 沿穴 地洞 森林 以及莲花等等景象 随念现前 于是躲入其中一处逃避 不敢复出 并暗自思维 此时出去 时非所宜 因而不敢复出 遂对其庇护之所 时是母胎或子宫 产生大大的炼灼之情 若因害怕遭遇中阴的恐怖险境 而藏身其中一处或子宫之中 而不敢复出 则将承受极不理想之身形 而饱受种种苦心 此系罗刹恶鬼 与你作对之争 当此之时 有下述妙法可以运用 注意地听 并应信受奉行 当此之时 当折磨的狱卒追赶于后 而恐惧与部位之情 即将出现之时 立即观想 无上赫怒家佛 马头明王 金刚兽菩萨 或其他任何护佑圣尊 假如你有的话 奇象庄严 奇身雄伪 肢体庞大 其貌愤怒威猛 能使恶作剧的邪魔化为微尘 当此之时 你应立即观想出来 此种加持之力不可思议 可以使你脱离恶鬼的博弄 而得选择胎门的能力 此法极为灵妙 极为重要 因此 你当切记在心 尊贵的某某 这些禅佛 以及其他圣尊 细节三昧之力所生 而此等恶鬼 以及其他若干种类的 罗刹恶鬼 则系处身中阴境界时 改变其心而受其行 以致为乐此不疲的亡灵所成 具有变化身形的本领 所有一切存在 且横行虚空的恶鬼 以及其他八万四千作恶精美 皆因在中阴一生身时 改变心意所成 当此之时 如果能够一持观空入定的大手印法门 自然再好不过 这时未曾受过此种训练 那就锻炼能观万法为患的能力 设施此点亦无能为力 那就不如不动 不被任何东西吸引 如能观想护佑本尊 大悲世尊 则投身的佛果 唾手可证 三 两则其一 化生或胎生 尊贵的某某 假如你因业力牵引 而不得不入胎的话 那么 下面就为你解释 选择胎门的教室 地听 地听 不要一见有胎可投 就贸然进入其中 而不加简别 如有形形的恶鬼驱破 那就观想码头冥王 你现在已有 少分超长的前肢能力 各种投身处所 稀将逐一出现你的面前 你不妨依法选择 此种选择可有两个 任责其一 一个是转时往生清净的佛土 一个是选择不净的生死胎门 其法约如下数 一 转时往生某个乐土 先说往生某个清净乐土 其投生之法 要以思维或观想 发如下誓愿 唉 唉 我自无始以来 流浪生死苦海 已弃于今 历经不知多少长劫 何其烦恼 时至今日 我因一直未能了之意识为我 以至于未得解脱而正佛道 何其悲痛 而今 我对此种轮回已经厌倦 一生不畏 已感痛恨 准备脱离生死束缚的时候 已经到来 我尽自愿如法而行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坐下 从一朵莲花之中化生 如此思维观想之后 随即殷切地将此一决定或誓愿 导向彼佛净土 或者 导向你所向往的任何其他佛土一可 例如 上圣妙乐佛土 众宝庄严佛土 长发国土 无量莲花光艳住处而见坐前 或者 制成一心的 导向你最渴望往生的其他任何佛土 你只要如此发愿导向 即可随念往生其中 或者 唐你愿意往生兜率陀天 亲近慈世弥勒菩萨 亦可以同样方式 殷切导向 并做如此思维 我今要望兜率陀天 亲近慈世弥勒菩萨 因我献处中阴境地 此正其实 如此一念思维 即得在弥勒尊前 一朵莲花之中化生 二 入胎复还人间世界 设使上法化生为不可能 而你又喜入胎 或不得不入 则有如下之教室 供你选择不进轮回之胎门 地听 如上所述 先以你的前之通力 观察各周的情形 而后选择一个 佛法兴盛的地方投生 摄使来生将得之于一撮不进之物 则有一阵香味之感 将你引向那撮不进之物 而你的来生 即将由此决定 不论那些子宫或景象 看来如何 你都以本来如是的态度代之 不起任何心愿之情 如此 则一个良好的胎门当可选成 这里跟前面一样 发愿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因此 你应如此发愿 啊 啊 当我转生而为人间之王 或者转生而为婆罗门 像梭罗树一般因被众生 或者 生而为有西地成就的大德之子 或者生于世系清白的家门之中 或者生于 对圣教满怀信心的族性之间 且如此转生后 得有大福报 以便利乐一切有情的众生 如此思维之后 即行发愿投其胎中 同时 本有圣恩或善愿 剥光 加持其胎观想 使其化为天宫 并且 深信十方法王 及其法王子 诸佛与菩萨 以及护佑诸尊 特别是大卑士尊 细节以磁力 加持其上 你应其倾加倍 而后入胎 如此选择胎门 可能会发生一种谬误 由于业力牵引的关系 善胎可能显出不善的样子 而不善者 却显出善胎的样子 这都是可能的事情 当此之时 下述教士不可忽视 纵见其胎显出善相 不生欣喜之情 纵见其胎显出不善之相 不生赠焰之心 心焰两头不拙 向背之间超然 安住无偏无倚的等持之境 视为无上妙法 除了少数已有若干实际经验 在心灵的开发方面的修行者外 要想一下消除恶业于习 自非易事 只是主持读诵者 因此之故 善根微少 而恶业深重之人 设于此时 不能去除心眼之心 则有落入畜生道之可能 其去除之法 为呼唤死者之名 而做如下之导师 尊贵的某某 设使你自己 不能去除爱憎之心 不知选择胎门之法 那就在见到前述 任何一种景象出现时 呼唤三宝 请求加倍 祈祷大悲世尊 挺胸抬头而行 了知自己处身中阴静中 抛开你对身后子女 或任何亲属的爱恋 与柔弱之情 他们对你已无注意可言 进入天道之白色光景之中 或入人道之黄色光景里面 进入金宝所成的大厦之中 进入优美的花园里面 只是主持读诵者 如上对死者附诵七遍 然后提示 请诸佛菩萨加倍祭 护免中阴恐怖善愿祭 祈求护免中阴显难记 六种中阴境界景策记 以上各诵三遍 此外 有解脱身孕功效的咒语搭度 以及自拔夜席以轨诵 亦应各诵一遍 四 以上经文 如能读诵适当 可使修持得力之人 或瑜伽行者 于临终之际 利用千识之法 不经中阴阶段 而由静直大道 直取向上一路 修行功力烧赐者 亦可于死亡之时 在十项中阴境中 认证明光 直取无上菩提 纵时比上二者稍差的人 亦可在其后二期 十项中阴期间 某位喜怒圣尊献前时 依其功夫大小 与业缘关系而得解脱 这里面有几层关头 在某个关头得正 即在其处得度 但善缘微弱 而恶业深重之人 则每况愈下 一再彷徨自悟 以至堕落 而至投生中阴阶段 不过 导试或提示方法 可有多种 一如梯子 可有多急 在某个阶段得正 即在某处得度 而对善缘罪薄 由于不能得正 而落入恐怖势力范围的人 亦有种种层次不等的 避胎和择胎法门 提出导试 若能了解做官之法 并运用其无量功德之力 亦可提升其自身的转生境界 纵使是 近乎愚痴畜生的下下之人 亦可借助三宝加倍之力 而得避免落入苦去 乃至来世获得圆满自在之人身 得欲善之时之善有上师 听闻正法 圆满得度之愿 设使此法 能在投生中阴境中达到目标 将如连结断裂的善业之源 意思以水槽衔接中断的渠道 则其左右逢源的情形 可以想见 纵使恶业深重的人 只要听闻本法 并加认证 亦不至于不能得度 若何 何以至此 达云 此概由于 当所有喜怒圣尊 现前接引之时 所有魔类及其他扰害者 亦与他们来勾引 故而 亡灵一闻此法 观念随即改变 事已得度 又因此时 亡者只有一生之身 没有血肉之躯依附 故而亦受感应 人在中阴境中飘荡 不论距离多远 一闻呼唤 即刻前来灵教 只是因为 人在此时 会有少分超觉 与前之能力之故 因此 此教一闻于耳 便能当下心开一解 而亦受感应 故 此教法于此 有大利益 犹如弹弓使弩 自有机事 又如一栋巨大梁木 百人扳之不动 令浮水上 则欲拽向何方 刹那极致 又如猎马 不听指挥 以龙头欲之 则得随意 因此之故 人死之后 急持此法 置其遗体之前 设有遗体存在的话 面对亡灵 反复读诵 物要字句清晰 而又活泼 印入死者灵石之中 直到死者鼻孔 渗出血液 和黄色分泌物 当此之时 不可触及尸体 若欲行之有效 必须遵守下列规则 第一 不可为死者杀生 其次 亲友不可在遗体附近 隐气或哀嚎 第三 其家人 应尽量多行善事 多积因德 在另一些方面 此部忠因得度大法 以及其他任何佛教经典 亦可对死者或临终之人 加以解说 设将此法 皆于指导从书之后 一并读诵 更为有效 又从其他方面说来 此法应尽可能地多多诵习 以使人人皆能对其字句 与异议一持不忘 而当死亡之事无可避免 且死亡真相已经显露之时 应由当事人亲自读诵 并思维其意 假如利能从事的话 奢侈力不从心 则由一位友人 作生动之读诵 使之深入其心 他的嫉妒功效 绝无疑问 这部甚深大法 只要听闻 或指谨见 不假修习禅定 或作威秘仪轨 即得解脱 总是恶业深重之人 亦可假此秘密之道 而得嫉妒 学者应该铭记其中意义 与文具 总有七类恶犬追逐 亦不可忘失 学者临终之时 可因此一上选教法 得正佛果 总令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诸佛同求上成妙法 所得亦无余于此 中阴教说甚深心髓 可使全体众生 获得解脱的 中阴得度妙法 已告圆满 中阴文教得度 至此恕敬